探索神秘之境约旦 若你心中怀揣对神秘中东的无尽向往 对沙漠之国怀有深深的热爱 那么约旦这个位于中东腹地 却不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将是你的理想之选 约旦全称约旦哈西姆王国 坐落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北端 其国土大部分被浩瀚的沙漠所覆盖 却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人文 历史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堡遗迹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你不仅能领略到沙漠的壮阔与神秘 还能体验到其他多元的活动 想象一下在死海中漂浮 享受那份超然物外的宁静 或者穿越峡谷感受大自然的震撼力量 如果你热爱潜水 那么亚卡巴的水下世界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约旦的人口约有一千多万 其中近半数居住在首都安曼 这座城市东林历史遗址区 即安曼老城那里是游客的聚集地 而西部则展现了现代化的面貌 经济中心的商场和建筑临次致笔 安曼建在几个小山头上 高低起伏仿佛一座小重庆 这座城市被誉为最具风情的城市之一 它的魅力源于历史的厚重 与现代的活力的完美融合 来到约旦佩特拉古城 绝对是不可错过的景点 这座建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城 以红色的岩石和雄伟的崖壁为背景 整个遗址凋在珊瑚宝石般微红色调的岩石上 因此得名玫瑰古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过去只有贝多因人才知道这座神秘古城的位置 如今游客可以通过舌道穿过西克峡谷进入古城 若想更深入了解佩特拉古城的历史 不妨参观佩特拉博物馆 这里展出了280件文物 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时代 展示了佩特拉的历史 以及纳巴泰人生活和文明的信息 站在这里你会深感世事如苍狗生命虽终将凋零 但这些文物却承载着历史的永恒和绚烂 另一个值得探访的古城是杰拉石 它被誉为罗马之外的罗马 杰拉石位于安曼以北40千米处 是约旦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罗马城市遗址 这座古城实建于公元前64年 至今仍可清晰看到神庙与殿宇的轮廓 遗址中有两个半圆形露天剧场被称为古罗马剧场 东部剧场是约旦现存三个剧场中最大的一个 它至今还可用于大型的国际音乐和舞蹈演出 每年的杰拉石音乐节就是在这里举行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音乐爱好者前来观赏 安曼是一座古老与现代交汇之地 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画卷 若你有时间不妨来这座宝藏城市走一走 让心灵在时间的长河中自由翱翔 以上就是关于约旦的简要介绍 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与美丽等待着你去探索发现 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自然探险家还是文化追寻者 约旦都能满足你对中东世界的所有想象和期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